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军灵迅 想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这个刚刚登陆Steam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名字叫做战斗到天明啊 这款游戏呢,是一款这个肉哥动作游戏啊,肉哥like生存设计游戏 玩法有点像这个吸血鬼幸存者家这个挺进地牢的结合体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个十分钟的版本呢,是它的这个免费的版本啊 然后正式版是一个二十分钟的版本,然后稍后才会发售 我们今天先来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来吧,一起进入游戏 开始游戏 游戏是免费的哦,大家都可以去下载,好吧 然后一上来是选人,对吧 夏娜HP3点,每升一等级可以重置技能 它的武器是一个左轮手枪啊 然后是一个可靠中规中矩的武器 怎么选play啊 哦,开始了 诶,不能用手柄吗 好像不能用手柄,等会儿啊 怎么进来之后好像就不能用手柄 哦,有点难道 哦,因为它这个不是自己发子弹,是要你来控制 跟那个吸血鬼幸存者不太一样 吸血鬼幸存者它的武器不都是自动攻击吗 这个不是啊 哦哦,用键盘操作我又有点不太习惯 先过来吸一吸 哦,升级了,我们来看一下 冰霜法师,你的子弹有35%的机会造成冰冻 持续三秒 这个呢,召唤一只会发射22点伤害的这个子弹的鬼朋友 这个感觉好诶 快速开火 我们先来招一个这个啊 召唤一个鬼朋友 怎么召唤呀 我怎么就掉血了一架 哦,这个鬼朋友 这不就是类似于那个吸血鬼幸存者里边那个国王之书一样吗 这个版本我们只需要活10分钟就可以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同步召唤伤害加15% 这个呢 哎,我还没选呢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 我怎么只剩一滴血了 哎呦,操 这个用手柄移动我不太习惯 我来,我来,我来重新看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 能不能用这个摇杆来控制啊 为什么这种时候就不能用摇杆了呢 一进来 应该是要通关之后才能解锁新人物啊 现在好像是有4个新人物啊 哎呦,操 这没有回血的是吧 而且好像 这个树打了之后有什么用啊 这怪物小怪都要打两枪啊 而且打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个延迟 就是你不会动的那么快 好吧 我们往上走一走啊 这个用鼠标跟键盘 我是真的不太习惯 下去剪一剪这个啊 先升个级 看看他这个怎么回血啊 我想知道 OK 哦,升级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还是鬼魂之友 急走二连击 冰霜法师 还是选这个啊 鬼魂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召唤流 他们说这个游戏里边召唤流 还是比较强的 他这个左轮手枪 就是子弹有点少啊 很容易没有子弹 而且他这个 你看到没 他这个还是 只有在周围的时候 才能有这个圈 才能看到这个圈 视野范围比较小啊 哦,我们上去 这边感觉可以 拿好多这个经验值 他的主玩法 感觉跟吸血鬼幸存者很像啊 急走 子弹伤害 二连击 鬼魂 选一个体力啊 可以回一个体力 感觉体力还是挺重要的 哎呦 这自己开枪 比那个吸血鬼幸存者是要麻烦一点啊 我靠 这敌人感觉越来越多了 先升个级啊 先升个级 卧槽 这是什么怪物啊 强力射击 活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 召唤一把魔法匕首搜寻附近的敌人 哎,这个可以啊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新的被动啊 对吧 哎呦 好像出现新怪物了啊 这个跟菜花一样的 这个要打好多下才能死啊 不错 而且会炸 这个魔法匕首好爽啊 哎呦 赶紧走 哇 怎么这么多了 突然啊 感觉这小怪我现在都要打三下 哦,又升级了 看一下 快速开火 召唤一把魔法镰刀 哎 再召一个镰刀 OK 哦 帅 所以就只有主武器是自己攻击啊 这个召唤也是这种被动攻击了 太好了 哎呦 哎呦 这家伙会炸呀 感觉还是召唤流强啊 哇 下面好多 好多升级的 卧槽 出来小boss了 玩这种游戏还是非常上头的啊 我之前那个吸血鬼幸存者玩了好久 火焰法师 你发射的子弹有50%的几率 造成燃烧效果 雷电法师 每第二次攻击召唤出一道闪电 强力射击 我们选这个吧 先把子弹的这个伤害 给它提升一下 好吧 然后再去选那个 但是 它这个好像不显示我们的装备格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装备格是无限的 因为你像吸血鬼幸存者 不是最多只能有六个攻击装备吗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一样 哦 又升级了看一下 召唤伤害 你发射的火焰 锐利 最大体力加2 角色大小 哇 不行 这如果你变那么大的话 也太容易被那个了 选一个这个 增加这个移动速度的吧 哎呦 快跑 哎呦 哎呦 坏了坏了坏了 又被碰了一下 那个巨人 有一个好处就是加两点血 但是 但是也太他妈容易死死了 会变大50% 哎呦 太容易被碰到了 我们现在多少了 已经5分钟了 再熬一熬 熬一熬 看能不能熬到10分钟 感觉有点悬啊 这个boss打不死啊 感觉 太难死了 这个boss 上去拿一下经验值 哇 这里好多经验值啊 赶紧过来升个级 二连击 锐利伤害 召唤伤害 快手 上弹速度 攻击速度 子弹伤害 加子弹尺寸 感觉这个不错 选这个吧 虽然伤 速度低一点 但是 但是这个射击范围跟这个 都很强啊 先过来收集一下东西啊 哇 这里好多啊 好多经验值 我们刚刚都没捡 哎呦我操 这是什么怪物啊 你妈 这怎么躲啊 我靠 哇 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冲刺机呢 哇 这一次是活了多少 活了不到六分钟啊 五分多钟 快六分钟了样子 啊 等会儿啊 他这个界面还能用手柄呢 为什么进去就不行了呀 这个好像还是没有没有解锁啊 这几个英雄 那我们进去 哎 哎 他好像进来就不让用手柄了 就还是必须得用键盘 哎呦 就是我不太熟悉键盘 他这个好像每个怪物都要升级点啊 是吧 这个换弹有点烦啊 一共就 几发 六发应该是 六发之后就要换弹 哎呦 这一次看我们能不能争取活到十分钟以上啊 这些黑暗的这种感觉好吓人啊 子弹35%的几率遭到冰冻 雷电 来个这个吧 这一次我们选个雷电先 哦这个爽哎 没打两次就会有一道雷电出现 雷电就会随机攻击一个人 就相当于你多了 多了三发攻击啊 就一缩子弹 因为一缩子弹不是六发嘛 对吧 这也蛮爽的 他这个好像是不是 没有同类技能升级的这个 好像每次都是选的不一样的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 主要主要这个的话 没有补血的好像 看一下能补血吗 好像没有补血的 哇 二连击冰霜 神圣之盾可吸收一次伤害破碎后将在两分钟 这不行啊 一共十分钟 你这个盾就只能挨五下 最大体力加一 选个这个好 给我们回个血啊 先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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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坏了坏了 怎么突然这么多怪 哦又升级了 嗯 强力射击电力虫 啊选这个 感觉还是召唤技能比较强啊 哇那我们现在不是雷电法王了吗 这么 哎呦 这个树也不能碰啊 我靠 绝了 原来这个树是不能碰的 而且这个树好像打不死 啊 哇靠 有点难道 哎哎完了 哎呦 这个手柄控制左右移动 我就用不太习惯 你知道吧 这不是我的正常水平 完了我感觉我又要死了 因为没血了 这个树你是不能碰的 这个树你是不能碰的 喂 哎呦擦 哎呦 绝了 这个有点难啊 好难啊 好难啊 哎呦 要是支持手柄就好了 我我因为我不太会用这个 十字键移动 就很烦 再来 再来一局啊 这有好几个敌人 有好几个这个角色 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解锁 对吧 对吧这个这个 而且武器也有很多种 这我们现在也都没有解锁 应该是要先赢一局 然后你才可以解锁其他角色 来吧再来 我不信了 我们撑不过十分钟 哦 哦是不是必须得在这个树跟前 然后才能打死他 就是他必须要张开眼睛的时候 你去打他才行 这个感觉也是得快速升级啊 要不然后边怪多了 你武器没升上去就很难 刚刚那个闪电其实还挺好用的 看一下鬼魂闪电 选一个闪电啊 感觉就是得隔他们远一点攻击 哎呦哎呦 我主要是 就是不习惯这个 WASD移动 我真的特别讨厌游戏不支持手柄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 不习惯用那个 这个键盘来移动上下左右 哎呦哎呦完了 就是很不习惯 我们上去先拿点这个升级点啊 上去拿点升级点 这边应该有蛮多的 这边应该有蛮多的 先上去拿 哦升级了 看一下电力虫 鬼魂 先来个电力虫吧 先来个电力虫吧 哎呦坏了 刚按错了 炸的又被炸了一下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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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雪很少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发现 不知道他在哪回血 是不是就是打那个树回血啊 看一下 好像也不是呀 我操地图变大了 我们往上走走 好升级了 买哪一个神圣之盾吧 抵挡一次伤害至少 我们现在主要是血太少了 先上去拿一下升级 哎呦 卧槽现在小怪我都要打三次啊 完了完了 又来又来boss了 哎呦升级点呢 在这 好 看一下魔法匕首拿上 这个被动还是很有用的 没有被动的话真的很难打 卧槽这个开始丢东西了 这家伙啊 哎呦 好难哦 有点难的 我想先把这个boss给他打死 这是 但是这个情形呢 又不允许我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坏了坏了 我的盾碎了 看一下 再来个什么 神圣之盾 呃 有没有回血 来个鬼魂吧 有没有个回血的呀 想让他来个回血的 太容易死了 一共就只有三点血这个人物 就是说如果你不搞升级的话 就两下就 碰三下就会死 吸血鬼里边你想想 那个回血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这个回血的有点少 活力朋友 魔法镰刀 这个镰刀很强啊 攻击范围很广主要是 左轮手枪真的不是很好用 哎呦 怪好密集啊 坏了 哎嘻巴 这一次我们活了多久啊 好难啊 但是这个游戏真的挺好玩的 如果你习惯这个 剑鼠 操作 那真的挺好玩的 感觉跟那个吸血鬼 幸存者 风格还不太一样 再来一局啊 再打最后一局 我用键盘移动吧 我老是 老是不习惯他这个上下左右一起按的这种 还是摇杆移动方向好用 但是但是射击的话 确实那个鼠标要好用啊 这个确实 确实有一点像这个 挺进地牢加这个吸血鬼幸存者啊 就是主动射击 又摇杆射击 加这个被动 我们来个二连击雷电法师 来个火焰的吧 把这些都给试一试啊 但是这些小怪好像用不到这个火焰 但是打boss的话确实有用啊 哎呦 我刚刚是怎么被碰到的 感觉隔的还挺远的呢 他们身上好像确实有这个灼烧效果啊 看到他们那个身上有那种烧的那种动画了嘛 哎呦但是感觉伤害不高啊 感觉还没有召唤的厉害 没有闪电厉害 那个闪电基本上一下就能打死一个 这个燃烧你还得等他烧一会儿 把这些给捡一捡 OK 好升级 魔法匕首拿上 感觉还是召唤流比较强 要是我们能召唤出好几种来应该就很强啊 这个右键是右键还没用 好像只有左键是射击 在哪能看我的属性吗我在想 坏了坏了 人多了 这才几分钟啊 人就这么多了 这才两分钟啊 过草完了 先过去捡这个升级的 最大体力加1 先选个体力吧 卧槽 要命了 哎呦哦 这怪物移动速度也很快主要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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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很麻烦 而且我们射击的时候移动速度就会变慢的 注意不能碰到树啊 这个树 哎呦 这个树也是 会攻击你的啊 先过来捡一下 哦 还好啊 哦 召唤伤害 蘑菇 要不然我们选个蘑菇试试啊 角色大小 那不行 太容易受伤害了 嗯 嗯 选一个 盾吧 加一次血 但我感觉我的火力好像有点不够了 现在我就相当于有3滴血嘛 对吧 是不是我得把这个boss给打死啊 但是我根本就不敢在原地站啊 哎呦 妈个鸡 先下来升个鸡升个鸡 而且这个换弹很慢 你们发现了吗 这个换弹真的很慢 然后6发子弹 几下就打完了 哦哦哦 那边炸了一个 我过去看看 好 过去拿一下血 哇 这里好多啊 升个鸡啊 看一下火性子 每第4次攻击 发射一个火球 哇这个感觉牛逼啊 还是找个镰刀啊 找个这个 火球这个感觉好帅啊 哇 这我 这我不得多射击几次啊 坏了坏了坏了 又来这个了 这我怎么躲啊 完了 怎么突然范围变这么小了 哦他也有那种画圈的那种是吧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我觉得我要死在这儿了 坏了 啊 我们是不是目前为止 活的最长 就是不到六分钟 是吧 好难啊 OK啊我们今天试完 就给大家试完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个游戏 名字叫做战斗到天明啊 这是一款这个 rogelike生存 射击游戏啊 然后目前这个游戏的免费版本 就是这个十分钟的版本 已经正式上线了啊 steam好评率非常高 然后正式版这个二十分钟 这个版本 将会包括更多的角色武器敌人和游戏模式啊 然后应该会稍后才会上架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里是主集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局聆讯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